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直白迎战十月 十月是一名非常年轻的棋手 他在近两年的比赛中 国内和国际赛事中都是有很出色的表现 尤其是在维甲联赛中 胜率是非常的高 也是贵州百灵队的一个绝对主力 在当年呢 他还是一个很年轻的一个小棋手 在当时这个对谷利发起冲击 发起挑战 也是足以证明他的实力吧 这盘棋呢 是下的非常的精彩的 尤其是在前半盘阶段 这个十月是曾经一度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也将谷利逼入了绝境 那么在逆境中 谷利当然还是表现出了非常冷静 而且非常顽强 在这个三十秒的多秒声速下 是一步一步的将局势逐渐的挽回 然后最后也是成功的实现了逆转 是非常非常精彩的一局棋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一起进入棋局 来欣赏一下这盘棋 好 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局面 是已经进入到了一个中盘阶段 鼓励直白 很明显啊 从这个棋子的结构来看 我们可以感觉出白棋现在是局面是非常的不利啊 非常被动 那我们来看一下棋盘的左上角 呃 这个局部 这个局部呢 呃 这个白棋是被黑棋提了一个梅花五 啊 这五个棋子竟然是提出来了 那提了之后 这个白棋又没有吃掉黑棋 那如果让黑棋人家轻易的提出这个 那肯定是要把它点死才行 啊 不然的话这就是近乎崩溃的棋型 那实战呢 居然白棋这个出现了这个失误啊 让人家提了五个子之后 发现吃不掉 那也是损失非常的惨重 所以说这个棋 呃 棋盘其他的地方都是比较正常的棋型吧 就这一个局部来说 我们就可以可想而知鼓励损失有多么的惨重 那所以说它现在形势呢 是大大的落后 我们可以简单的判断一下 因为从鼠木的角度来说 这个地方黑棋将来拖 白棋就有十 十一二十三十 就 这这一块加起来一共就十五木棋 十五木棋 这个地方呢 大概有十木棋 啊 一共就二十五木棋 啊 黑棋呢 这个地方是十木 这个是很简 很显然是十木棋 这个地方呢 两木棋 呃 这个地方我们先不算它 因为它看上去还有点薄 那十二加上这个 这个后卧啊 十三十十五 这个白棋这两个棋子还嵌着 那就是说 黑棋已经至少是有十五木棋了 那如果这个角上白棋啊 我们看看这个右下角现在显然是一个呃 很复杂的一个对杀 看上去就是一个对杀的一个情况 如果白棋死了的话 那就这个很明显 白棋一共才二十五木棋 那这个奖上就已经远远不止二十五了 那再加上黑棋这外面有十几木棋 有 也有十五木棋朝上嘛 就铁控有十五木棋 所以说这棋 呃 白棋是非常不利的啊 还有这块棋 白棋其实也没活进啊 这块棋也是很危险啊 非常危险的一个样子 所以说现在这白棋应该是呃 从局势来说已经非常困难了啊 这块 这个角上没吃掉之后啊 导致形势非常的落后啊 局面大差 现在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局面了 呃 还好这盘棋呢 因为我们刚才讲 它是一个快棋啊 三十秒一步的快棋 三十秒的棋呢 就首先要比棋手的一个基本功啊 因为快棋嘛 你要感觉很快才行 那就要算得快 比一个对棋行的熟练和基本功 那第二个就是要比这个心理素质了 就是说对局面的一个判断和呃 这个心理这个对独秒的承受能力 因为三十秒一步啊 它的三十秒催促声音是很 这个我也是有切身体会是呃 非常着急的 所以说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心态 那像鼓励当然是这两点都具备 它首先计算力很强 再一个它呃 心理素质是超级棒 它是呃 用现在比较流行的话说它就有一颗大心脏啊 它越是在关键的时候 越是重要比赛 它心理素质越好 但是现在这个局面来讲已经不完全是靠它这个心理素质能够扭转的了 因为现在的局面 我们刚才分析过非常的 呃 白星非常的难办 它要想逆转的话是至少要在当前的这个局面下 在这个局部首先要救活这五颗棋子才行 啊 不然的话就谈不上逆转 是不可能有机会的 好 我们还是说了这么多 主要是想给大家分析一下当前这个 这个局面 啊 让大家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 呃 这样吧 我们还是从之前的几步棋来退回去 啊 回头看一下 啊 这个棋局的进程 当时呢 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白棋是在这个 呃 可以说是两线作战 这块棋呢 它要跑 这个地方呢 还是面临着一个战斗 呃 黑棋也是很有意思啊 如果再往前退的话 黑棋之前的进程也是非常有意思的 黑棋是揪住了白棋 这块棋不活的一个弱点 在这个局部啊 啊 缠绕进攻啊 它是靠进来下的非常的好 那 也是导致白棋 这个完全脱不开手 呃 十月的这名棋手 它计算力也是非常强的 也是呃 一个完全可以说是力量性棋手啊 呃 它在 呃 形势好的时候呢 是丝毫没有退缩 即使是面对鼓励 它也是下的非常的强硬 呃 不给白棋任何喘息的机会 那 现在很明显 就这个白棋看上去已经支离破碎了 这对杀显然是杀不过黑棋的 那这个 右边这块棋呢 现在也是非常的危险 那 实际上白棋是为了寻求突破口啊 它只要冲着啊 啊 反过来去冲击黑棋的这个弱点 但这条棋也是很能理解的 啊 现在的局面 如果不如此的话是不足以逆转啊 这个只有去呃 冲击一下黑棋的这个薄味 但是黑棋你如果从这打呢 白棋就很开心了 这样 这两个点 AB 两点 白棋必得其一 如果接 它就把它吃掉 那这样的话 这局面还是很容易逆转的 那现在黑棋这块棋也没火 所以说黑棋当然不能从外面打 但实际上黑棋 它很简单从这打 白 这个场黑在压住 啊 这个十月又是冲上的展示出它力量啊 啊 它就是一点不给白棋留透露啊 啊 连根的要求把你打死 那如果这死了 我们刚才分析过 肯定不行 那十月呢 还有一个绰号 它也是 也可以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这名棋手啊 它非常有意思 它有一名 它有一个很响亮的绰号 呃 大家都知道 这个看 经常看篮球比赛 NBA里面经常有这个做数据统计 也就是说某名球员场军得分是多少多少 场军篮板多少多少 这个是很有意思 这个做的很棒 那在这个棋手里面呢 当然 官方没有做过类似的统计 但是呃 大家在私下里面开玩笑啊 就说十月的力量非常的大 大到什么程度呢 它叫做场军一条龙 啊 这个 用NBA的数据就是说呃 场军多少分 就我们刚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 那它这个数据叫做场军一条龙 什么意思 就是平均每盘棋要涂掉对方的一条龙 每盘棋都要吃对方一块 啊 当然这有一定的夸张成分 因为对手也都是非常强嘛 都是职业高手 呃 他想做到场军一条龙是不可能的 那对方当然没有那个呃 那么弱了 不会给他留这么大的破绽 就是只是说 行动一下他的棋风 非常的能杀 非常的力战啊 平均每盘棋都要吃你一块 那个不吃你的棋他都不算赢 就这么一个感觉 呃 跟古力来说也是很对落啊 古力当然也是呃 呃 力量巨大 著称 所以说这两个人真是呃 呃 棋风对手 那下到现在局面呢 就双方就互不退让 已经到了一个生死关头 这时候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个对杀的结果吧 呃 黑棋贴住之后 当然他肯定非常自信 他觉得这棋已经可以说是顺利拿下了 因为呃 就是我相信以他的计算呢 这个局部来说并不难啊 这确实是看上去白棋不行 呃 呃 怎么讲呢 就首先我们来分析一下 如果跟黑棋这两个子对杀 啊 你只有力 但你如果力的时候黑棋可以打吃 这非常简单这个变化 介绍 黑棋就要从外侧里借 这样的话就是很明显三棋对两棋 这个棋 白棋这个六块棋斤啊 就要被黑棋吃掉 啊 这是干干净净 一点味道都没有 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力跟黑棋掌上对杀是不行的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如果掌上不能对杀 那他只要去外侧啊 想想冲击一下黑棋外围的一个缺陷 比如说八 黑棋会打吃 白棋接 啊 这样呢 黑棋看上去A B两点 啊 白棋B都起一了 比如说你提掉 啊 这样很简单 他就吃掉了 这黑棋显然不行 那这脚儿死了之后这块棋也没活 那这三个子也不活 显然是不行啊 那你如果补这个 那他一跑 啊 这样的话黑棋杀气也不够 呃 看上去呢 这样白棋是可以 但实际上黑棋也是有一招非常简单吧 就他要补的话 他可以补在这儿 呃 这个可以收紧白棋气 那么这时候来看白棋呢 这六块棋子就只剩两口气了 你要吃黑棋 你要跑 那收不住黑棋的气 所以就被黑棋一气搓 那这样白棋显然也是不行 所以说这个挖呢 也不行啊 就挖完之后他很简单 他只要收在底下 白棋就不行了 呃 我们再来看有没有什么长气的这个手段 白棋能不能先延出气来 比如说你团这个啊 这有点欺骗的性质啊 如果黑棋简单的走 那白棋再挖 这就可以成立了 但是人家肯定是 这个也都是顶尖高手啊 十月他计算也是非常强 呃 你团这个没有用 他还是跟着你搬啊 你如果杀气的话 这个依然是卖一气 这是三气 对 黑棋四气啊 白棋还是不行啊 所以说你先团他也是搬 那你再挖这就还原 又一样 这还是不行呃 看上去呢 这白棋怎么下都不行 你跟里面杀跟外面杀 啊 啊 或者先延气都不行 这长不出气来 呃 所以说这棋 感觉上已经 这个白棋确实是山穷水尽了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了 啊 从这样简单的分析来看呢 确实是鼓励已经 呃 没办法了 但是 这也只是我们 这个 呃 就是大家的一个从第一杆出发的一个判断呢 实际上这个局部呢 还是有妙手的啊 存在一招这个妙手 当然鼓励 呃 当然他非常的厉害啊 我还是很佩服他 他能在这个三十秒一步的读秒声催促下 这么快 短的时间内就发现了这张妙手 可以说他的这个这个棋型的感觉啊 和他的这个计算能力的确是太强了 他的妙手在哪呢 我们看 就是这个扳 啊 这招棋下得太好了 这招一班 瞬间局势就 这个扭转了 这白棋 这五颗棋子首先得到了 呃 这个重生的机会 看到了曙光 那这五颗棋子如果活了的话呢 这棋至少是还可以 就不至于这个呃 中盘认输的局面啊 他还可以继续的战斗 我们来分析一下 这班为什么这么可以说是妙手 呃 呃 首先你如果这样打吃 这不行 就不要继续接 他这颗棋子啊 不是立在这儿了 他是紧住你气的 那这样的话 黑棋显然这三颗棋子 就是气很紧的 你不能接了 那么你如果吃人家冲出来了 这肯定不行 啊 再来分析一下他这个用意 你如果跟着打吃 这最简单的 打吃 那么这个时候他再来挖 那这个他是决限 或者他把这打掉 就没关系 这也可以 啊 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是决限就可以挖出来了 啊 这很简单 黑棋呢 他收不住气了 这他僵化了一下之后 黑棋 啊 这条棋只有拐吃 他收不到这儿了 那么这样白棋再去挖 这白棋呢 就是沿出了一口气 先手尝出了一口气 你再打吃 啊 这样他尝就可以了 这个对杀 黑棋是显然慢一气 啊 所以说这个不行 你如果打吃的话 那他达到目的了 他就是先手团打 之后就可以吃你 嗯 我们再来看一下 实战呢 他是走的这个拐 这个拐 可以说也是其中的这个下法之一吧 但这样呢 也是一样 白棋先想煎 黑棋打吃 啊 这时候白棋再一挖 就可以成立了 啊 你如果再打吃 他再接 这个先手 这样的话 黑棋还是 这个收不住白棋 那还是一 二 三 三口气 他可以尝尝吃你 呃 这也是 可以说 这个尖完了之后一挖 这黑棋已经没办法了 这个实战呢 他是选择了这个拐 这拐应该说是正确的下法吧 嗯 他是一种无奈 但是实战是下成一个转换 我们以后再说 我们再来看一下 黑棋还有没有什么强硬的下法 呃 是不是存在着吃掉白棋的这种可能性啊 我们还是来分析一下 其实黑棋这时候最强硬的下法还是这个小尖 啊 这拐棋我们大家可以通过刚才的分析也看出来 这是一个要点 啊 比如说刚才没搬这个 你刚才不论怎么挖也好 还是你先团也好 黑棋都要走在这儿 这是一个对杀的要点 所以说你如果搬 啊 你实际上搬这个 我还走在这儿 这怎么样呢 先把要点占据 你再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这时候呢 其实变化并不复杂 但是白棋也要小心 你要打这个就不行了 这要站上 这就 白棋就没有意义了 就搬的这下的妙味也就体现不出来了 这样的话呢 黑棋还是可以这个紧住白棋气了 所以这个不行 那你打这个也不行 打这个他接 这个是带响了 先手 白棋接的时候呢 黑棋虽然不能接在上面 但是他可以 收在底下 这白棋依然是冲不出去 这还是被吃掉了 所以说这两个打吃都不行 这挖也不行 挖的话他还是这样吃 我们看 这个是黑棋最强的变化 这依然是守住白棋的气了 白棋只有两口气 那么一直跑就被他吃掉了 但是这个时候呢 白棋还是有办法的 我们看这个时候白棋 他还是准备了一张这个团 鱼形妙手 这条棋是典型的这个鱼形妙手啊 那这个两步是关联的 这个班和这个团是连贯的妙手 这手黑棋就已经不行了 其实接下来变化就非常简单了 我相信有一定齐力的齐友 肯定会 这个很快就会发现这个其中的玄机啊 就是你如果接这个 那么我再来打吃 就把黑棋征掉了 就不用说了 这些非常简单的计算 你如果补下面 不管你怎么补 你这个可以收取 但这个时候我再冲 这样的话呢 你这挡我就可以吃掉了 这样的话黑棋齐筋就被白棋吃掉了 所以说你如果煎 这刚好不成立 就是他搬的时候 你如果煎他一团 这黑棋就崩了 就两边必然被吃掉一边 那所以说这个黑棋呢 也不行 很可惜 他这个时候这个要点 顽强的一个下法 刚好不能成立 也是白棋执照棋啊 这个妙味的所在 非常的巧妙 他搬一个 你是没有任何抵抗的 不论是怎么打吃 或者是小尖都不行 这个打吃也不行 所以他实战 实际也是 也是洞察到了 对方的这么一个目的吧 他只有拐 拐了之后白棋呢 小尖 先手 打吃 这个时候白棋在挖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你如果再打 那他接这个先手之后一场 黑棋就不行了 骑筋就被吃掉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黑棋怎么办呢 他也没有办法 他只有从外侧打吃 就这样打吃 这样白棋接 实战呢 就形成了一个转换 黑棋接 但这三个子是骑筋 这个不能被吃 白棋打吃 在白棋打吃的时候 黑棋 拐出 这样白棋提掉 实战呢 是双方形成了这样的一个转换 这个结果 黑棋 也不能说是一无所获 黑棋也收获颇风啊 黑棋把这整边 整个这一条大边啊 白棋全部吃掉 也是非常的 舒服 这个收获也非常的大 但这边显然是有一定味道 而白棋呢 他 我们刚才说过 最起码的一个目标 他是实现了 毕竟是要把自己的 这几颗棋子 先救出来再说 同时也把黑棋 这两个棋筋拔掉 这两个拔掉之后 刚才我们说白棋 这边支离破碎的棋型 现在已经是把黑棋 反而把黑棋 三个子吃掉了 而且吃出了二十几目棋 非常的大 这个木树也很可观 所以说现在的局面 被白棋提掉之后 终于这个鼓励 看到了一点点 胜利的一个曙光吧 他也不足以逆转 但是至少是看到了 这个获胜的可能性 因为之前如果死了 那就崩了 那这个就棋局就 就立即可以说宣告结束了 那实际上的这个结果 我觉得吧 最起码是棋局可以继续进行 那也可以这个 后面会有机会来争胜负 最后呢 给大家再介绍一下最后这盘棋的结果 最后在棋盘的上方啊 鼓励对黑棋 这刺客棋子展开了一个非常猛烈的一个攻势 也是 最后呢 是在这个对杀中 当然双方是下得非常的刺激 非常的激烈 也是形成了一个大对杀 所以在对杀中呢 是这个 抓住了黑棋的问题手 抓住了黑棋的破绽 是最后翻盘成功 那也是成功的进入到了一个这个决赛 这盘棋我们可以看出鼓励在这个形势不利的情况下 在逆境中 非常顽强 而且是在30秒一步的 读秒声中的催促下 是发现了一个 的确是局部非常巧妙的一个手筋 也是为他这个之后 日后的这个逆转 埋下了伏笔 也是打好了一个坚实的基础吧 好 那么这盘棋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 进入到下一个环节 好的 欢迎回来 下面我们还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 下一期要讲解的内容 这盘棋呢 是由鼓励直黑对阵朴文尧 当然两位都是现在这个世界冠军啊 朴文尧也是在 在2001年的时候 得到了一个 他自己的一个世界冠军 但是当年呢 这盘棋是在05年下的 在当年呢 朴文尧还是一个 可以说是初出茅庐的一个小将 古力当时在05年的时候 已经是国内的绝对的王者 他是 蝉联了等级分的第一 而且是 在国内 我印象中是几乎拿到了拳冠王的一个成绩 朴文尧呢 在当时还是 可以说实力上和这个名气上 都要比古力要差的很多 但在当时 朴文尧也是具备了一定的冲击力了 这盘棋呢 是在围甲联赛上的一盘对局 可以说是这个年轻的小将 当时这个年轻的朴文尧 发起对古力发起冲击的一局 朴文尧的棋风和古力 也是有着很大非常明显的一个差别 如果说古力的棋啊 就是形容一下 他就像是一把锋利的这个长矛 那么朴文尧呢 就是一柄这个坚实的一个盾 这是毛与盾之间的一个对抗 那所以说 这盘棋也是很有看点的 这盘棋呢 是古力在前半盘表现的很出色 成功的是压制住了对手啊 让朴文尧是非常难受 也是击杀了朴文尧的一块大龙 取得了局面的优势 但在后半盘阶段 朴文尧非常顽强 他是一点一点的在企图这个扳回局面 在关键时刻呢 古力是 这个有一个绝好的机会 一个绝杀的机会 到底是什么样的机会呢 我们现在来进入棋局 一起来看一下这盘棋 好 现在局面已经进入到了后半盘的阶段 大家看已经可以说是 中盘啊 已经 基本上可以说结束了 因为现在棋盘 首先上面这块棋 这个 上面这半盘 基本上都定型完了 接下来就有一个脚上的大关子而已 黑棋呢 是把白棋的这块棋全部吃掉了 是 很舒服 而且从木树来说也收获非常大 白棋呢 是在 左下角 把黑棋的这个脚吃掉 然后在左边是有一大片这个湿地 现在呢 就是 进入到了后半盘的时候 白棋是拼得非常凶 白棋是 你看他这个 奋力的钻到黑棋的这个右下角的阵势中 也是 形势所迫吧 他需要寸突必争 但现在这个局面明显是黑棋优势 不过 你如果 啊 再继续缓下去 比如说你再围一个的话 啊 这样白棋在 往中复出头 再破一破中复的潜力 那就完全是一个细棋的局面了 啊 可以说是 呃 黑棋就已经 看不到什么 呃 明显能一招之胜的这种机会 就已经错过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 优势归优势 黑棋啊 还是要下得紧凑尾 一些 啊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局面的焦点啊 这是在棋盘的 啊 在棋盘的右边 啊 这边 这个白棋 这块棋 其实它是没有完全活进的 那黑棋打吃的时候 啊 这个时候可以打吃的时候 这时候呢 白棋是选择了 把这个子连回来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一手 可以说是 呃 无奈吧 很无奈 为什么呢 因为他 如果他去做活 这个被黑棋吃掉 他就随便飞出来 这子就不敢跑了 外面太厚了 如果再被吃掉的话 这棋肯定是空不够了 所以说他奋力的把这个跑回来 这也是一种争生妇的态度 但是这块棋呢 白棋这块棋是不活的 这我想 这个文瑶他自己心里肯定也很清楚 这块棋是没有活进的 但他没办法 这个形势所迫 就是只有放你来杀 啊 让你杀杀看 如果杀不掉的话 我还有机会 啊 就是这样的一个局面 我们来看一下黑棋是该怎么杀 这块棋虽然暂时没活 但是你也不是很好杀 我们来试一下就知道了 因为黑棋自身也有缺陷 那如果想杀白棋 最简单的 要点 啊 因为白棋这个地方是一只眼 那你首先想到的 当然是要破坏白棋这边的眼位 啊 这是黑棋最容易想到的一手吧 但你如果点的话 这个很明显的不成立 白棋可以挖 你打车 白棋接 就这样 一冲 这都是冲法必然的进行 啊 白棋先手呢 把这个眼坐牢 就再冲下来 这样黑棋如果想杀白棋 那你只好扑 但这个时候呢 白棋打吃 你只好接 白再一点 啊 这个就 黑棋自身就出问题了 这个非常简单 你如果再点的话 它这上面可以断 这个地方黑棋呢 是存在一个断点 这是 很致命的一个断点 也是让白棋啊 平平平他有恃无恐 他敢大胆脱先 就是因为有这个断点 所以如果像这样的话 黑棋是吃不掉白棋的 那这个白棋一点 黑棋自己就要死了 啊 这也是白棋脱先的一个原因吧 那我们再来看看 除了这个点之外 还有什么其他的下法 可以破白棋的眼 啊 那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这个斑 但这个斑 其实 说实话 这个和点实际上是一个意思 这个差别不大 不过这个斑的时候呢 白棋这个挖就不能成立了 如果再挖 它就把你吃了 啊 这不行了 这它已经活尽了 这斑可以说是比点好 就斑要比点要好一些 但是还是不行 这个斑啊 同样也是不行 就白棋可以空点这个 啊 但点在这边 点这边呢 局部来说 不管你怎么硬 那我一断 这局部黑棋都是个死器 所以说黑棋只有去连 啊 连的时候 白棋呢 这个挖 就可以成立了 这样你如果吃 它就断 啊 这台客就度过了 这样黑棋就 反而被白棋吃掉了 啊 不过这个时候呢 白棋挖的时候 黑棋还有一种下法 就是打在底下 啊 黑棋可以这样打 呃 这个棋 呃 如果这样的话呢 会形成一个 啊 白棋 如果接 啊 这棋白棋可以接 如果接的话 黑棋这个是一个接不贵 如果接这个 白棋就从这打 或者从这打都可以 这个黑棋是一个接不贵 啊 这样也是一个 白棋 活棋 就总之黑棋 这个自身是有缺陷的 如果一味的想去 破白棋眼的话呢 自己反而会被白棋吃掉 那么这个时候 鼓励该如何出手 该如何去吃白棋 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课题吧 也请大家做一下思考 好 那本期的内容 就给大家介绍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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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